好 繼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這個美國 又是一個這個衛星照片 拍到了在新疆的巨無霸 大到嚇死人 大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容納美軍最大的 尼米茲級的這個航母 你看到2013年開始蓋 2015年完工 長是多少 350公尺 寬137公尺 這樣還不夠大 再擴建 增加了91公尺的附加設施 旁邊還有類似跑道的痕跡 美國媒體推測 這裡面要裝什麼呢 裝戰機要蓋這麼大嗎 航母不會拖到新疆 所以可能會容納 沒有公開的超大型飛艇 飛艇要搞到這麼大嗎 這樣一講 腦袋中那個電影畫面 就出來了 然後推測這個飛艇 ARB可以長時間高空飛行 用於戰略偵察 導彈防御 反衛星等等 然後大陸海軍說 發布的新圖 另外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飛艇 再加上這兩個一起講好了 我覺得挺有意思 一個天上 一個是海上 因為這個艦載機 殲35 那每個部隊會有自己的臂章 殲35的臂章 最近發布 大陸海軍所發布 那臂章雖然只是 這個掛在這個手上 像我們一般老百姓 可能不會注意 但是對於軍人來講 裡面的信息還讓其大無比 就發現很有趣 第一個上面還標明了海軍航空兵 當然這很清楚沒話講 另外一個你就看到什麼 它這個殲35的剪影 壓在一個地圖上 這個地圖不是中國地圖 而是什麼 以太平洋為中心 然後機頭到了美國 阿拉斯加半島跟北冰洋 機翼展開 幾乎從太平洋一直覆蓋到印度洋 機尾頂到了南極 帥將軍 他這個 當然他是艦載機 因為航母可以跑很遠 所以他認為他的作戰範圍 就可以cover北冰洋 北冰洋到太平洋到印度洋 就是說這個口氣滿大的 就是說這些都是我將來的作戰範圍 這個背章都有隱約的含義 像我們國軍也有很多背章 陸戰隊的 也就是整個大陸 對啊 所以問題在 我們的陸戰隊是放整個大陸 不是 就是自己表達自己的使命 跟任務跟光榮感 就是背章都是幹這個事了 另外那個汽艇 因為新疆跟旁邊就是戰區 就是這個喜馬拉雅跟西藏 這個飛艇 為什麼要蓋得很大 因為高空空氣很稀薄 它可以掛在那裡 你平常開偵察機上去要耗費油料 維修補保 飛艇可以刮到天上刮 365天天天刮 是哦 對啊 它就變成天上有個觀察站 對 而且它可以看到高山三季的反斜面了嘛 你要不然一個山你隔到你雷達也成功 除非用衛星 它等於是一個比較便宜的衛星了 它只要升空掛在那裡就行了 可以做偵收可以做監視作為導航很多任務 就需要蓋到這麼大 因為飛艇本身就很大 飛艇就這麼大 但要不然我想不出蓋這麼大個機庫幹嘛 對啊 如果機庫大也容易被人家飛彈擊中 所以這裡面我們想不可能停很多飛機 所以應該不是用來停飛機 應該是不停飛機 那你說把坦克車擺進去 應該是個別的吧 也不會蓋那麼大 而且前面還有跑道 所以合理的推算應該是 確實是 大型的飛艇 飛艇 飛艇在一二次大戰都有出現過 那個時候是防空 阻絕氣球 飛艇觀察 炮兵的觀察 再怎麼講 它在那個地區大 因為它的海拔很高 它空氣細部一定要做很大 要不然你升不到某一個高度 它要越高才有砍氏的價值 這是我們猜測了 真的它不露線 我們還是想不出它在幹嘛 對 所以這符合美軍的揣測 而且這個大還要更大 有沒有 本來2015年完工的時候已經夠巨大 但是最近大概嫌不夠 再度加以擴建 那另外一頭 這個巴基斯坦的官媒也披露一個消息 當然就是巴基斯坦的飛行員已經在中國大陸進行了訓練 飛什麼呢 飛殲-31五代戰機 那這個部分立刻引發了印度的緊張 印度不是在最近跟很多國家進行海空連演嗎 那印度空軍目前最先進的戰鬥機 當然就是法國的陣風 然後呢之前也討論過要買F-35 但是目前還沒有確認到此刻為止並沒有五代戰機 但是印度一直也是有一個夢想 印度想要自己自足 想要自己造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巴基斯坦要從中國大陸採購這個殲-31等等 總數是六到八十架 所以在這次的在空軍連演當中呢 印度的這個副司令就不斷講話說 我們如果要堅持自己造的話 但是我們不要陪上國家的安全 主要就是旁邊 中國巴基斯坦 現在都有五代戰機 這個訓練員都訓練好了 但是看看印度還在空窗期 我覺得這次印度真的是很沮喪 也可以說涼了 因為巴基斯坦跟它是四仇你知道 然後印度來講又自己想要發展自己的戰機 它之前的話目前來講 它用的還是米格21 29這種老一代的戰機 那它當然希望說是有新型的戰機 新型的戰機它現在有兩種 一種它是它自己研發的叫光輝戰機 LCA 可是弄得大家變成說是軍 軍迷界的一個笑話 弄了30年搞了40架出來 那前一陣子我們還看到 這個莫迪自己還上了一架 坐在上面飛了一陣子 大概半年前 然後想要借機來推載它的外銷 但是莫迪實在是命太硬了 它原來光輝戰機都沒有摔過 雖然說印度空氣摔了一千多架飛機 可是光輝戰機從來沒有摔過 結果莫迪那次上去之後 隔了一個月以後就摔了一架 然後完了以後 當然它光輝戰機希望放在它 航空母艦上面 但是放在航空母艦上面也起飛了 但是所有人又把它當笑話 為什麼又把它當笑話呢 因為它的起飛位置是在航空母艦最尾巴 因為它必須要放在最尾巴 那個速度才可以到機頭才可以飛了起來 所以說是海軍來講就不要 不要來講它現在就空軍自己來用 那另外來講這個法國馬克宏就說 那我賣給你標封戰機好了 賣給它標封戰機 大概跟標封戰機大概可以互相有個上架 不叫上架 那目前來講的話 巴基斯坦它居然跟中國買了殲-31 原來殲-31我們一直認為說是 不曉得它有橫空出世 其實原來都認為說是FC-31 然後後來改成殲-31 用海軍航空兵來使用 但是沒想到說大概才上個月而已 就說出來有一架飛機叫殲-31出來 然後大家都嚇一跳 真的把它量產 變成說是陸基使用 空軍使用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臨時擁有水潤 臨時擁有水潤的碰水潤 臨時擁有水潤的碰水潤 也要做到大部分的碰水潤 通常時擁有水潤的碰水潤